你比你想象中懂艺术 意外艺术媒体逆天出品 前一段时间我大天朝土豪 华裔兄弟董事长王中军先生 豪制了3.77个亿 买了一张反高镜物画 3.77个亿啊 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一个月薪5000块钱的人 不吃不喝连续工作6283年 哎呀太可怕了 前两天陈澄清老师来到厦门开讲座的时候 聊起这个事 还说了 他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举动 因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买反高 原来一公子是厦门人 怪不得普通话说的那么不必要准 嘿呀 得想你呀 嫌不得普通话要怎么用 一公子还是没有钱 还是了解不了为什么有钱人的世界 一甩就好几个亿 可是我们后台的真爱粉完全不放过我 你看一下在我们意外艺术的微信后台上 真爱粉都说了些什么 各种撒娇卖萌 秋公子开发这幅画 问题是我眼纳闷啊 这幅画为什么能够卖到三四个亿呢 因为那是反高画的 如果我不告诉你这幅画是反高画的 它还值三四个亿吗 好像不行 其实照我说 反高这种人根本就不应该去画画 您先别激动 听我给您算一笔账 文森特威廉梵高1853年生于荷兰 对应到我们中国相当于清朝的咸丰年间 梵高22岁的时候到巴鲁刚开始接触了印象牌 30岁正式进军游画剑 哎呀不过这小伙子一定苦啊 37岁的时候就开枪把自己打过 换句话说 梵高这一生正式拿来画画的时间 差不多也就是个七八年吧 但是他刚开始画画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了 就只能靠着他弟弟提要的救济 哎呀一个只管吃喝拉撒画画 然后又不挣钱的梵高 他到底要怎么活啊 这是1880年一个巴黎四口之家 每年最低的生活费用表 梵高当时在巴黎苏林间房 就算他既当卧室又当卧室 曾招也得花掉个十法兰吧 面包牛奶牛肉咖啡 按照这个表 梵高就算一个月不社交不请客 光是未保自己的杜曾招也得花掉十四法兰 另外他作为一个有逼格的艺术家 怎么着也得 是把哪件行动 让自己看起来帅一点吧 这里非要换算下来 至少每个月也得三到五法兰 当然 这也许并不是每个月都有 综合以上的情况 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 你会发现 梵高一个月光是吃穿住行 就得花掉二十八法兰 讲二十八法兰 可能没什么概念 没关系 我们把它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 在1880年的时候 当时北京一两银子 可以兑换六点六六法兰 历史学家认为 当时的一两银子 等于现在人民币 一百五到两百二十块钱左右 并且算两百 那换句话讲 一两银子等于六点六六法兰 等于两百块钱 也就是说 当时一法兰 大概等于现在人民币三十块钱 梵高每个月吃穿住行 花掉的二十八法兰 折合成人民币 也就是八百四十万 如果梵高来到 大天朝首都北京 一个意气风发的穷逼小伙 身上转着八百四十块钱 怎么办 最多也就是到北京的二十五行外 租一个三百块钱的地下室 而且还得包水费 电费宽贷费物业馆里面 每天早上吃两个菜包 外加一瓶豆浆 中午吃两个馒头 配老干妈 晚上开开館 吃一份韭菜饺 每天三餐的标准 不高于十四块钱 剩下的钱 就只够到北京动物园 或者大柳树批发市场 去淘两个衣服 840块钱 好像也不至于把自己给逼死吧 但你不要忘了 梵高还要画画 画画这笔账算下来 简直是正堂我心肝脾胃钱类线 你知道画画多少钱吗 扫了二维码告诉你 扫完了吗 扫完继续 梵高30岁的时候开始学油画 他在七年的时间 一共画了900幅 平均每个月画11幅 我们拿星空这部画为例 我们买一个画框 大概需要40块钱 半米普通亚麻布 一张25块钱 油画颜料 玛丽牌自本12色 每一管市场价 10块钱 一套就是120 还得加上松节油亚麻热牛光油若干 我们来看一下星空的局部特写 梵高这狂放的绘画风格 简直就是整个颜料给他搞上去的 按照这个节奏 他半个月就得用一套颜料 这么算下来 他总共要花掉840块钱 840块 你要知道他一个月的吃穿住行 也就这个钱 换句话讲 如果梵高要画画的话 他的生活费还得在网上 翻一翻 哦对了 梵高创作的最后三年的时间里面 简直进行疯狂的状态 一天画个几幅都不是个事 如果按照这样来画的话 他还得再乘一二 1700块 算完了吗 还没完 你要知道黄金圣斗士梵高 这一生非常热衷于 他跟高功在一起的时候 把XX当成了一个必修课 XX要多少钱 For all 欢迎各位我们真爱艺本们 到微信后台来报价 我们综合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到 梵高这七年来 总共吃饭喝酒画画 XX花了大概7100法王左右 相当于人民币将近22万 如果梵高不去画画的话 他到巴黎 哪怕去当一个最底层 最苦力的工人 每个月怎么着 也可以挣个五六十法郎 相当于现在人民币将近有2000块 也不至于生活如此窘迫 你看他的自画像 简直就是他生活衰败的缩影 这是他刚到巴黎的时候的样子 黑色的风衣 整洁的围巾 还戴了一个黑色的小礼帽 有没有点英国绅士的感觉 那个时候啊 梵高其实已经失业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过了几年 他就成了这个样子 怎么样 是不是有点乡村皇家歌手 影视音乐三七巨星 雪村的感觉 那个时候 梵高没有钱 刚失恋了 唯一的好机友高庚又抛弃了他 然后他的仅存的精神支柱 他的弟弟提要 又要结婚了 已经濒临崩溃边缘的梵高 在一个圣诞夜前夕 把自己的耳朵割了 你看他穿的 刘德华牌军大衣 欧洲版的雷锋帽 但是为了耍帅 还是雕了一根延价的烟斗 太伤感 还有更伤感的 你看这一张 这是梵高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张自画像 也是他人生里卖的最贵的一张自画像 在1998年的时候曾经被拍出了将近六个亿的天价 你看这一张画面里的梵高 朴素到不行 身上穿的衣服呢 就好像是1980年代中国工厂的厂服一样 这张画其实是梵高画给他母亲的 梵高小时候跟他母亲关系并不好 所以两个人很少联系 但是在他母亲70岁生日那天 为了让母亲对儿子的生活健康放心 梵高还是决定画一张画送给他儿家 那个时候梵高已经离死亡不远了 在画中他特地隐去了自己 一直以来拉里拉扎的胡子 还给自己特地打了两片腮红 他拼尽全力地想要画得比现实当中的自己 更健康更干净 想画出一位母亲希望儿子生活无忧的模样 为了掩饰自己被割掉的诱饵 梵高特地测了另外一个神 为母亲留下了一个完整的自己 这一路算下来 我们帮梵高算了一笔又一笔的经济账情感账 所有的结论都指向了 可能真的为了更好的生活 梵高根本就不应该去画画 他这一生穷困潦倒 好像像个孩子一样想要天真的去拥抱这个世界 但这个世界冰冷地拒绝了他 但是他到底该不该这么做 这个标准应该是由世界去评定 还是梵高自己呢 梵高生前只卖出过一幅画 但是死后他的画被全世界疯抢 华裔的王中军花了将近四个亿买了梵高的作品 但是这一切已经跟梵高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有的时候我们是有一点点执念的 为了心中那个涌入崩坏的理想和那一片至爱 虽然不被他人理解 但是我相信这一路走下来 梵高应该是问心愧了 一公子 你刚刚说的狗是什么意思 来意外艺术微信搜索梵高两个字 一公子会告诉你 梵高是怎么跟他表姐狗在一起的 梵高跟高跟到底狗得有多深 梵高跟妓女是怎么狗来狗去的 梵高是怎么用枪狗死自己 梵高家族是不是真的狗伤了眉督 梵高的耳朵是真的被自己狗下来的吗 人不吃不喝 不吃不喝 不吃不喝 没有休息日连续工作 6283年的吗 真难受 但是这一切已经跟梵高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有的时候我们人啊 是有那么一点点执念的 是用什么 emailי很好就会啊 是用什么的 是有什么语言的 是用什么的 是用什么语言 是用什么语言的 自己的一点点执念的